柿子旁 右点 横撇 在它点的下方地方转折 顿向左 撇的时候出去不可太长 横撇要压住横划 是上面这边有横 这边要窄一点 树要用垂头树 树不可以太粗 先向右下 然后再向下垂直 要稍微细一点 点 点的话不要太大 不要抄出去 注意这个树 这个树笔稍微向右走 然后向下 所以有点弧度 向右再向下 要用垂直手要细 转着手要粗 它是在点的下方转着 这两个笔画间距 要有几点间距 要有几点间距 不要挨住 住 体 按 压到横滑 压多一点 是这边间距要 缩小 这边要大树 要用垂直手要细 要细 口上块下垂要提前 横洗 输出转折过来稍微重 平是在树的下方 不要写的太长 树弯钩 对这边的下方 要细 摆过来要粗 要平 所以 这个笔画要放出去 上面要有错位 下边的基本器 一字旁 是在四字旁的基础上 多了一个点 写法师 其他基本一致 在点的下方 抵按转折 同样也是 下面这部分要短 上面这部分要长的 树 也是先向右 再向下 用垂直手 要细 那多了一个点 那我们先写这点 再向下 这样子 一个是有粗到细 一个是有细到粗 这是点 稍微不同 它会稍微出来一点点 我注意它的变化 注意这个皮 收笔的地方 不可以太长 稍微粗 你看 岁 那 这 我 你 你 提按要重点下来 稍微向左手鞋 勾的时候内缘外方 这脚是在笔画的中间 横起要短束粗要长 撇 撇的收笔的地方 不可以勾到收笔的地方提平 应该稍微有错 三字旁 先写中间的收笔要长一点 稍微直一点 左边的树 看它的外形稍微先做鞋 顿笔向右手方鞋 使这个收一收的间距 要拉得更近一点 因鞋的宽了 它会占用很大的位置 这个要出土 这间距 是跟左边的间距是一样的 中间这个树 上面从下面鞋是最长的 这边这个树是最短的 这边要出土 整体是这个横 应该是向右上方鞋 应该是向右上方鞋 不过写得太大 这边的山子 应该是在左上方 在横线 上面站的比较多点 在这个位置 这横要短 要向上鞋 要向上鞋 点 有高低 这个要穿插 在深的下部 稍微有点 下面稍微有点弧形 撇 要用瘦撇 这样子 空间 穿插 避烂 那比 又吸一道粗 横快 要有长短的变化 一个下面是直的 一个下面越称 弧形 那比要放出去 然后 撇 要垂直 然后再 过来横跨之后 向左下方 边行边收 山的 间距 所以说的间距 要是基本相等 长短 它要跟 右部要错位 这边要是背头 金字旁 这个也是相对比较难写了 对于这个树 向内 树 往内 有个弧的 不能写成 这样 这样都不好看了 不够紧促 对 不可写得太高 树 树画 刚好是在 这两边的树的中间 上面 树图 短一点 要用垂漏树 下面 树图要长一点 树一树的间距 基本相等 而整体在画 我们不可以把金字旁 写得很宽 要是 幻 然后 不要写得太大 树 都要轻的 树在中间 要用垂漏树 然后垂直向下 特别要注意 右部 上面这一部分 好 这个树的话 其比粗 下面 向右下方 稍微写的 横切 树粗 转折过来 向左下方 写的 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 这里面的两横 左右 都不能连到左右两边的树上 应该是空的 如果连起来 这个字都容易写错掉 我不能把它连住 不能写成 日 不能这样子写 这样子是错的 这左右就着不可连 下面树跟上面树 还基本对齐 这个要粗一点 要长一点 横靠左 不连右 里面那个横 不宜太粗 所以 下面这个横 稍微 连得结实一点 这边是结实的 这边是有缺口的 这边有缺口的 里面是虚的 连的 最后 这个要实连 树 左边的要细 短 右边的粗 长 整体这个横 与横的间距 我们要基本相等 你不懂得 请你帮助 你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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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得